2024年是我国极地考察40周年 自1984年首次南极考察开始 一批又一批的考察队员远赴极地奋战冰雪 书写着我国极地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历程 这期间武汉大学师生参与了我国39次南极和17次北极科学考察活动 他们守会了我国南极的第一幅地形图 命名了第一个中国南极地名 搭建了我国第一个互联网极地管理信息化平台 是参加极地考察最早次数最多派出科考队员最多的高校 前不久武汉大学南北极科学考察团队 获得了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荣誉称号 2024年4月15号雪龙号极地考察破冰船 顺利抵达位于上海的中国极地考察国内基地 宣告历时五个多月总航程八万多海里的 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圆满结束 他上祖国土地的那一刻心情真的是非常激动 去年10月20号 李雪平 张宝君 耿通 楚新德四名武汉大学师生 分别乘坐雪龙号 雪龙二号 一路向南 执行南极海平面变化监测 南极全球导航卫星系统跟踪站建设 冰川变化监测等考察任务 95后的耿通是第一次参加南极科考 抵达南极中山站后 他就和队员们迅速投入到紧张的工作中 南极内陆不仅有绚丽的极光和可爱的企鹅 也暗藏着无数风险 一次科考队遭遇罕见的风暴天气 风力接近13级 一整辆车都被掩埋在了冰曲之下 当时我们在回程的路上 大概距离中山站100公里处 强大的风暴引起了剧烈的低水雪现象 我们当时几乎迷失了方向 能见度最严重的时候不足5米 在原地停滞了大约两天的时间 当时队长也是强烈要求我们不要擅自下车 因为有可能下车之后就再也找不回回到车的路了 其实也是面对自然的力量 感觉到我们这个人类的渺小 这次南极考察 耿通参与完成了十多项科研任务 包括新建三套冰川观测设施 首次在南极州第二大买身湖 麒麟冰下湖 建设了基于北斗系统的冰流速跟踪站等 而最令耿通难忘且自豪的是 2024年元旦当天 他和队员们在位于南极内陆冰盖最高点的昆仑站 举行了庄重的升国旗仪式 作为升旗手之一 将五星红旗升旗在了南极冰盖之巅 看着国旗缓缓升旗 感受到了我们祖国极力课考事业 从无到有从若到强的光辉历程 非常的兴奋也非常的自豪 我们升逢旗时在这个伟大的时代 作为青年人应当与时代同频共振 将自己的专业所学技能所长 应用在祖国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1998年出生的楚新德 是此次武汉大学参加南极科考的队员中 年龄最小的一位 这次的任务是对我国发现的陨石宝库 他和队友每次都需要耐心等待时机 建设秦岭站是本次南极科考最重要的任务之一 武汉大学副研究员张宝君承担了建战和科考的双重任务 这也是他第二次来到南极 时隔十年再次踏上南极大陆 最令张宝君感到自豪的是 和十年前相比 我国极地科研实力有了翻天覆地的飞跃 我第一次去其实是13年出发 当时我们只有一艘科考船 卸货的时候 离站有20级公里 就是那个破冰能力不够 然后他就没办法往里面再进了 但是今年呢 雪龙二不光是自己破冰 还给运送建筑物资的天会轮开路 直接穿到了离清岭站 可能只有几百米的位置 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 这也是我们一个综合国力的体现 极地考察 是科技硬实力支撑下的国家大事业 背后离不开一代代青年人才的培养 和科学家精神的传承 极地测绘之父鄂洞臣教授 登顶南极最高点的第一人张盛凯老师 一代又一代五大师生 不畏艰辛前赴后继 把青春奉献给祖国极地考察事业 武汉大学中国南极测绘研究中心 副主任爱松涛 是学校参加极地科考次数最多的一位 先后16次前往南北两极 带队建成了我国敬拜第一个北斗监测站 他带领团队自主研发的双龙探极时空信息平台 不仅能全程监测雪龙二号的航行动态和周边环境 及时做出预警和判断 还能提供全球最新的破冰船 飞行器等极区人类活动记录等 为我国极地专项工作的开展 提供重要支撑 上个月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队完成考察任务返回国内 此次考察取得多项科研进展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走进中国海洋大学 看看科学家们对南极鱼类的生物学研究 中层鱼调查是中国第40次南极考察大洋调查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中国海洋大学深远海与极地渔业研究中心 记者看到这里的研究人员正在对40次南极科考 采集到的多品种的中层鱼进行初步鉴定分析 田浩告诉记者 中层鱼是生活在海洋中层水体中的鱼类 它们以浮游生物虾类为生 又被更大的生物摄食 在海洋生态系统和食物链中扮演着成上旗下的角色 是不可或缺的一环 相对于南大洋表层和底层的鱼类资源来说 人类对中层鱼类的资源量和物种分布了解有限 因此对南大洋中层鱼类的调查十分必要 记者了解到研究人员通过对鱼类样品的未寒物部分组织进行观察分析 来探明每一种鱼在大洋生态系统中所扮演的不同角色 研究人员告诉记者 考察中他们还要对年龄很小的子质鱼进行研究 虽然子质鱼体型微小 但却是研究鱼类早期发育非常珍贵的样品 通过对子质鱼耳食日龄的分析 可以判断每条鱼的孵化日期和早期生长状况 推测蝉鸾场和幼育场的分布 这个子质鱼它是一个考试背领鱼 这些鱼它的发育的时间也就只有几十天左右 记者了解到 为了及时跟踪掌握鱼类种群动态变化 中国海洋大学鱼类研究团队不断研究推出新的方式方法 这次考察 研究人员共获取了二十多种 八百多位珍稀南极鱼类样品 其中在阿蒙森海首次开展底岩绳钓作业 丰富了鱼类调查体系 这对支撑南极鱼类栖息地研究发挥了关键作用 特别是在科考船的环境之下 我们很多的调查装置都是我们自我研发设计的 并且申请了相关的专利 感谢观看